追随老和尚一生修行者 是否有什么条件 我想这样做应该应怎样去做 这个追随不一定在身边 我们大家都是追随本思释迦牟尼佛 追随本思阿弥陀佛 只要我们不离开经典 每一天读诵《无量寿经》 就是听世尊阿弥陀对我们讲开示 我们用真诚心去读诵 用清净心去读诵 你就会开悟 我们读诵听讲没有误处 使我们的真诚心不足 世出世间这些圣贤都跟我们说 沉着灵 你看看 这个道教画福 佛教里头持咒 这个福咒到底灵不灵呢 完全在画福实咒的人心 如果他的心沉 这个福咒就灵 他的心不沉了就不灵 廖凡四讯里面 古人注节里头就读得很清楚 他举笔于人 画福 这一道福 从这个壁 一壁下去 整个福 化成功了 其中一个妄念都没有 这个福就灵 念咒也如此 这个咒语 自食之中 不起一个妄念 这咒就灵了 一面念咒 一面打妄想 这咒就不灵 由此可知 咒字越长 越难念 你想平常 一般寺院里面 早阔练冷言咒 冷言咒很长 这么长咒念下来 当中不起个妄想 非常非常困难 那么念经 经比咒更长 所以古人才说 念经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佛这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念下去 当中一个咋念 一个完全没有 容易 就是用真诚心 就能够感应 去那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者 者 可置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